挑战WiFi物理极限的路由器 华硕RT B188U 无线速率7200MHz 亮点突出了处理器 4核2.6G 架构应该还是A53 如果是A73肯定会标出来的 路由器质保三年 产地是越南 我之前买的网件和领事也是越南制造的 我这台硬件版本是A1 我们再看一下路由器的有线接口 它的网口是目前家用路由器的顶配 有一个万兆网口 一个10G SFP加接口 4个2.5G网口 还有4个千兆网口 它的接口比小米万兆路由器多了4个千兆口 我们对比一下实物 两个10G口是一样的 华硕4个2.5G口在一起 小米的2.5G口在另一根面上 如果网线都插满 小米路由器两个面理线不太方便 包装的另一面是存文字描述 内存是2G 闪存是256M 这边是理论速率 电源参数 尺寸和重量信息 重量是1060克 包装底部第一点 WiFi7的理论速率是WiFi6的1.2倍 WiFi6时代 AX6000乘以1.2 刚好是7200 软件特色是终身免费的商业级安防系统 接下来开箱 打开盒子后 上面有很多纸片 第一张是保修卡 下面是快速使用指南 还有一张APP设置指南 华硕路由器好像很喜欢把设置分成两部分 实际上里面的内容是重复的 我觉得小纸片有点多余 路由器的天线是可拆卸的 下方是它的4根天线 5G和2.4G附用 相当于8根天线 网线是6类的 做过很好 电源是类似于笔记本的两段式 输出电压19.5V 最大功率45W 这是天线装好的样子 顶部中间是华硕金色的logo 上方部分镂空 更有利于散热 前面有一排状态指示灯 分别显示电源 5G Wi-Fi 2.4G Wi-Fi USB 3.0 有线LAN口 SFP加接口 10G网口 Internet的连接状态 指示灯多 有利于快速排查网络故障 路由器前面还有一个透气口 侧面也有散热口 后面的接口与包装一致 底部几乎全是散热开口 对于博通芯片 散热口多点好 下面是路由器的安装 我的安装过程不太顺利 我用的是APP安装的 按APP流程 走完后发现只有Wi-Fi 6 没有Wi-Fi 7 又按APP提示 更新的系统 之后还是只有Wi-Fi 6 我进入网页折腾了一圈 没找到设置项目 后来发现最新版的APP 才有Wi-Fi 7选项 但是只能设置开核关 不能自定义Wi-Fi版本 另一个值得优化的地方是 手机APP能看到双线路 但是不能修改接口 如果用猫棒上网 必须打开网页后台 修改首选万维 实际SFP价 还有我看不懂华硕网口的显示顺序 比如我现在通过SFP上网的 手机端SFP口排序靠后 电脑端有的时候又排在第一 双万连接的时候 没接网线的实际网口却排在第一 这样变来变去 不如按物理顺序固定排列 系统终于设置好了 我们首先测个速 目前我是用的SFP口的猫棒上网的 移动千兆宽带 花瓣测速是1290兆 全球网测速度波动比较大 最终显示1350兆 跑千兆宽带肯定是没有压力的 我们再试一下两条千兆宽带 第一个WAN接2.5G猫棒拨号上网 第二个WAN用2.5G口 连交换机DHCP方式上网 此处设置后会自动重启 重启之后第一次测速CPU1占用很高 测速只有1800不到 这时路由器又自动重启了一次 重启后测速能跑到2000兆以上 CPU没有什么占用 这里测速用到了猫棒 那具体哪些猫棒可以用呢 我做了测试 我手上没有实际猫棒 所以只测了4个2.5G的 只有ODI的没搞定 日志分析好像一直是重启 不知道是不是固件问题 另外三款华为诺基亚阿尔卡特 一次就识别 路由器软重启或者硬重启都没有问题 不过路由器的体积比较大 不太可能放进弱电箱 如果要直年猫棒上网 光纤走线是个问题 以上测速部分是这个档次路由器的应有水平 与小米万兆拉不开什么差距 接下来我们再看WiFi信号 设置5G Wi-Fi分开 频道选择44 传输区域不改保持中国区 先测试 然后再改成澳大利亚做对比 WiFi默认支持KV漫游 四条空间流 这个软件不识别WiFi机 所以最大闲上速度是4800 波速成型的听线数量是4 我的测试环境如图所示 录音器放在图上的A点 录音器离地面56厘米 这个高度是模拟电视柜的高度 录音器的实际摆放位置如图 这次又复测了小米万兆 我们直接看数据汇总 华硕B188U 待机功率11到13瓦 我的手机是Nio 9 Pro 它用的芯片是联发科的 这次测试的录音器是博通和高通芯片的 所以是没有加成的 在A点测速时 手机距离录音器不到1米 上行速度不如小米万兆 也不如小米BE366 看来博通芯片的上行不如高通芯片 从B点开始 华硕的澳大利亚区域优势就出来了 下行速度明显提升 上行速度受手机信号影响区别不大 小米这边我只复测了一次 因为之前测试中发现 小米万兆关闭一个5GWiFi后 信号会更好一些 这次按信号最好的模式换手机复测 测试速度还不错 但是第一两点弱于华硕的澳大利亚模式 总结 华硕RT BE88U是一款值得推荐的新旗舰路由器 硬件配置是第一梯队的 处理器相对于高通的弱一些 但是信号更好 接口配置也更丰富一些 与华硕自家的机器相比 也几乎是最好的 在售的有一款5000元的ROG八爪鱼 是三平的 按经验猜测信号不如BE88U 我目前发现的缺点是系统优化不够 无线设置应该开放WiFi模式的选项 让用户能够选择启用的WiFi版本 软件上接口的顺序比较乱 让人难以理解 系统里面修改某些设置后 路由器会自动重启 很浪费时间 如果修改这些配置 必须重启才能生效 是否能先保存 让用户把设置都改完后统一重启生效 让人继续用户把设置都改完后统一重启生效